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三月二十五號到二十七號閃電訪問 中國北京 震驚國際社會 他的閃電訪問事前保密到家 等到金正恩二十八號回到北韓後 北京央視跟北韓的官媒 朝鮮中央電視臺 各自製作了金正恩的外交首秀 非正式訪問北京的一個紀錄片 那麼有趣的是兩家的畫面 雖然是大同小異 但是搭向北韓村姬奶奶 鏗鏘有力的播報跟口白的敘述 還有畫面的編排 使得這個北韓版的仿中紀錄片 再度成為金正恩的個人宣傳片 夜幕低垂的時刻 北韓高層專門使用的綠皮裝甲列車 映入眼鏈 開往中國梁寧省丹東站 由北韓第一主國李春姬 鏗槍有力的聲音向北韓人民宣告 偉大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從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五號到二十八號 出訪中國北京進行非正式訪問 還沒抵達目的地北京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就登上列車之意 還送給金正恩和太太李學煮花束 表示熱烈歡迎 香談盛歡 當火車再度起身 要往美景使去時 中國官員還站在月台邊 排成一列相送 當金正恩布出北韓專車時 早已有大批士兵在外嚴陣以待 中國的官員堆滿笑容紛紛上前 和金正恩握手致意 像是恭候已久的上等嘉賓 成群的男女服務生 還有廚師列隊服務長歡迎的鏡頭 更只有北韓版才有 金正恩作為來訪嘉賓卻自信滿滿 大方走向習近平一起合照 甚至在兩人並肩走在紅毯上時 還微微超前 在細節處鋪陳 暗示金正恩高人一等 按照朝中友好傳統 我理應來中國向您當面致賀 當前朝鮮半島局勢急速前進 發生不少重要變化 從情義上和道義上 我也應該及時向習近平總書記同志 當面通報情況 坐在桌前 誠摯地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展開對談 北京央視收錄了 金正恩在聽習近平講話時 仔細抄筆記的畫面 不過北韓版本卻漏掉了 這珍貴的畫面 還避開了敏感議題 國際社會最重視的半島無核化議題 金正恩罕見地主動和習近平提起 不過這番重要發言在北韓版本 卻是隻字未提 追焦於金正恩向與會高層們發表高見 就像在平壤時帶有權力的發表演說一樣 習近平在北韓版本裡倒像是個聆聽者 而北韓更將會談焦點放在建立 猶如兄弟般的親密關係上 珍貴的禮物擺滿桌 金正恩在人民大會堂的歡迎面會上 和習近平有說有笑 不僅觀賞了聲樂、芭蕾舞劇 還有中國傳統精細等藝術表演 還播放中朝兩國的前領導人共同締造的 中朝友誼史紀錄片 金正恩和習近平再一次就鞏固 身負歷史淵源的兩國關係達成共識 就連參觀十八大以來中國科學院創新成果展 北韓的訪問紀錄片都把金正恩拍得像是 在北韓視察自己的工廠或是科學園區一樣 走在隊伍的正中間 或是在聽完向導的解說後露出贊賞又燦爛的微笑 訪問行程的最後一站 金正恩和李學主來到釣魚台賓館的養人斋 在和習近平握完最後一次的友誼之握後 搭上轎車離開準備返回平壤 比照來訪時的待遇 金正恩走上紅毯回到北韓列車 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 再次在丹東站和金氏夫婦爭重道別 這段回程的片段一樣是北韓中央電視臺的獨家 相較於北京央視播出的訪問紀錄片約十五分鐘 北韓版本可是足足超過四十分鐘 精心設計的畫面編排 還有春姬奶奶的口白 使得金正恩這次的閃電訪北京實際 再度成為絕佳的宣傳力氣